这里不好吃的早餐 我是南江楼 明贵108年10月16号星期三的时间 礼拜三七点钟的时段 我大概放在这个地方的 都会是跟商业跟经济跟理财跟科技有关的主题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其实其实你来上广播节目 我有点惊讶的 是吗 我也觉得很难得 因为我总是想想象你一定很忙 而且这种活儿其实不用庄淑芬来 我已经把我的来宾介绍了 在我们现场的是庄淑芬 大家早 那庄淑芬是谁 庄淑芬因为你的名字是蔡奇亚明 我这叫第一名 连续六年 在未来的六年大概也还是第一名 对好 所以因为叫淑芬人太多我还要介绍 对了没有错 在我们现场的庄淑芬 就是澳美大中华区的副董 同时也是台湾的WPP集团的董事长 庄淑芬庄董事长 庄淑芬在台湾或者华人的广告圈子里面 是一个 是一个 自身的人 没有自身的人 好 那今天来到飞碟早餐的现场 当然因为这本书 这个是我要问的 第二本 在这本书 从这本书谈起了 数位时代的奥格威 谈广告 那聚焦在如何对消费产生洞察力 然后对品牌行销的操作 这些其实对绝大部分人来讲 讲归讲读读读归读 广告如果没有实战的经验 其实读再多东西也没有用 对对对 它是比较应用科学 对它基本上面是在 在就是边做边学的过程当中 见招拆拆招的 对 而且许多的灵感 老实讲你如果不在那个场域里面 你那个点子也不知道从哪里来 所以它经常必须要在一个 一个现场的这种的操作的过程当中 你才会不断的有灵光乍现 创意会会不断的出来 它是在这种的过程上训练的 跟军人在战场上面是一样的 每天只是用演习的方式 军人的战绩不可能提高 战力无从评估 好但是这本书 当然作者 来我们要先介绍一下作者 作者杨明浩 Miles Young Miles Young 来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作者好了 Miles Young是澳美 等于是前任的 那个全球的董事长跟CEO 那我跟他工作十多年 他在亚洲待了大概15年吧 然后他把 等于把亚洲的澳美做得太好了 后来就升到纽约去 当全球的CEO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说服他去 他是英国人 那我这个老板呢 前任老板呢 因为他现在在牛津大学的New College 当那个Warren 叫院长吧 所以我们都觉得他这个退退的很好 因为他喜欢看书 然后文笔也很好 然后就说他等于是博学经文 然后他到每一个地方 比方说他当时在亚洲的时候 我们每一年都会开所谓的Regional Meeting 亚太会议 然后他开会呢 他说我最痛恨就是那种party式的会议 所以他的会议一定都知识性的 然后跟文化有关系 所以我们在很多很小的国家 我们都开过会 所以他不一定是去那些大国家 所以每一次去开这些会都算是 我都形容他是一个知识饗宴 因为他绝对不轻松 从八点一直到晚上八点 然后开会讨论啊 然后也会请外面的speaker 甚至说当地的一些文化性的一些活动 他就觉得说你到一个市场 你就应该了解当地的文化 所以我对他这一点特别特别的感动 然后我在 因为我在大陆工作13年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除了业绩之外 做了一个就是All Gallery 就是我在公司里面的一个公共空间 做了一个叫做澳美凌空间画廊 然后去promote大中华区30岁以下的艺术家 因为他们都没有什么名气 那澳美在中国还算是有一点名气 什么在中国的名气 很有名气 所以利用这个名气来promote他们 那我当时可以做这些事情 因为这个都不赚钱的 我们就是一个媒合的平台 就是我这个老板 就Maisia雅明浩先生 他就大力就是等于support我 他就说你就做吧 因为你就是要剥一笔预算来做 所以我那时候甚至开始的时候 每年做四季 那四季都要钱了 后来就慢慢慢慢 所以我一直很对他这一方面 他在文化的深根 知识的要求 还有就是说知识的传承这件事情 他是花了很多功夫 不然其实像这本书有人就问我 说为什么又要叫奥格威谈广告 那奥格威谈广告这本书 大概20年前吧 台湾的广告界几乎大家都会看 当神经读了 对对对 等于是一个教科书 全球都是 他在三十几个国家都有 那他写这本书 他可以用他名字 他不一定要用奥格威谈广告 可是我觉得他很聪明 就两个 一个就是说奥格威谈广告 这是一个品牌 这书的品牌 所以他继续延续这本书 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他在帮奥美传承知识 因为他已经 他在写书的时候 已经准备要退下来 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收集资料写出来写书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用心良苦 所以为什么我会去翻译这个书 就是说其实是非常不得已的 我是临危寿命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 我看这本书 我很诚实讲 广告跟我太远了 是是是是我知道 那你要我对广告产生热情 因为我又不是做这一行的 所以你要我去看 就是说广告专业的这方面的书 所以我听到你要介绍书 我感动的要命 当然但是因为我一看 装熟分 怎么可能 我想装熟分 好吧 就算他现在的时间多了 也不至于会需要花这么多的功夫 去翻译这么后一本书吧 是是是是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这本书 他是一开始作者先谈了 是简体版 就美国的出版社 所以简体版出来的时候 他们当然就找了当地的翻译的 一位翻译的人 local的人 也不是澳美的人 就翻译是自己去翻 翻完出来之后 都已经快印刷了 他就请我们的董事长 就我们大中华区董事长叫宋志明先生 说请他来写序啊 推荐 然后我们这位 我们叫他TB啊 那个广告界都知道他 就是他就看了 他们的翻译 他就说哇 这个翻译的太可怕了 这完全没有办法读啊 就翻译乱的意思 Your words 对 我不敢这样说 反正就是翻译的不答义 就是说因为他很多专业的用语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翻译的人 其实很认真在翻 但是就是说里面太多我们的专业东西 还有一个就说 他可能有一些很基本的 我不知道他是一个小组还一个人 Anyway就有一些东西 我觉得他是很基本的都错了 那宋先生连宋先生都看不下去 那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水平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就有一个礼拜六 我记得是十月下旬了 礼拜六打电话给我 那通常礼拜六打电话到我家 都没什么好事情 他就说 Shanon 他们都叫我Shanon 就说 你不知道愿不愿意帮忙 然后他又讲了 那这个人对我 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他当年帮了我们很多忙 帮了台湾澳美 帮了中国澳美 很多忙 那我都在任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情是一直在的 当然不是说那么功利 而是我觉得一方面 这个书需要人家拯救 因为很短的时间把它翻完 第二个就说 因为是他的书 我觉得应该有人好好 把它的东西 把它等于是翻译好 第三个说 这个究竟还是澳美的书 不管里面谈的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愚公愚私 所以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就下来 不过因为这个书很厚 我拿到原文书的时候 发现是我一个人会来不及 所以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我就找我北京当时 跟我工作13年那个PA 他很优秀 我就说 我就打电话跟高兰讲 我就说 你要跟我一起来合作这件事情 他那个大概吞吞吾吾吾 因为翻译是很不容易的 我就说我们分两半 但是你翻的东西 就是说你翻的东西 我一定会看 所以我等于是我担任总教育 所以就是我们就合作 然后他翻的速度比我快 不过就是我大概 我花了四个月时间 他大概两个月半 他很厉害 就是说我们大概就是这样 前前后后四个月时间 然后这个剪定版一出来的时候 终于我想到说 那繁体版呢 我就写了一封email去给老板 我说Mas你不知道有没有谈 那个繁体版的 他说对啊 繁体版 他完全忘记台湾 我说How could you 我就说那如果你不介意 我说我帮你介绍出版社 所以我就找了 我比较熟悉的天下 我就跟他们讲 那他们也很有兴趣 因为他们以前出过 他也符合天下的调识 对对的 然后他们也出过澳门的书 也是我翻译的 所以后来就一拍即合 那变成繁体版 我也要把它从监听版 变成繁体版 所以就是前前后后 大概六个月吧 翻译大概四个月时间 当然不是说每天 就周末或假日 或我的春节都在里面 全部都捐出去 所以翻这个书 翻的时候很痛苦 但翻完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 还应该怎么讲 觉得蛮安慰的 然后觉得 至少我对前任老板 有个交代 然后我觉得 我对广告界有个交代 因为其实台湾的广告界 或者是大中华区的广告界 缺乏这样的书 他这个书呢 就是比较有系统化的 把这个所谓的 Digital这件事情 Digital Communication 或者Digital Marketing 这件事情 尽量的全面性的 把它写出来 这个是我待会要问 当然这也是这本书 跟其他的这些广告的 Bible 广告的这些Bible书 里面比较不同的地方 他把下一个世代的 这些广告 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的 一些的问题 或者是思考 或者一个全新的 趋势领域里面 他在这个书里面 都开始做了一些的 思考跟整理 尤其在一个 澳美的基础下面 我刚刚并不是恭维你了 就是我说实在 今天如果我拿到一本 庄处分写的书 我不会觉得很奇怪 谢谢 可是一本庄处分翻译的书 我就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翻译这种事情 好像吃地步不讨好 不过你大概不够了解我 我的以前 孙大伟你认得吗 当然我认识几个广告人 他就说 那个Shenon 在广告界跟翻译 是有很大的密切关系 我翻译过好几本书 不过都早期了 比方说台湾有些 如何做广告 我那时候是段忠仪 就是《光耀杂志》 发行人硬是 就说你要把这本书翻出来 我也翻译过 我们的那个创办人 是比较culture的 跟企业文化有关 叫做奥格威 为公诸于世的选集 现在好像还有 在远见出版 我很好 很压抑 那就长销书了 不知道 我也没去追问 因为我是翻译 所以零稿费 没错 所以说我才会说 吃力不讨好 是没有 可是我自己在想 这些东西 比较是说 你这个知识 可以更多人看到 对整个广告界都好吗 或者说 对整个台湾都好 因为现在就是 数位在转型 所以我当时觉得 我都不确定 自己有没有能耐 去做这件事情 后来在翻译的时候 当然就也会 请教很多人 然后甚至 我不敢问的 就是这个作者 因为他有时候 用一些很奇怪的英文 那我记得中间 有一个是印度人 就我们里面 有讲到印度 那个他帮印度总理 就那个Push 那他用了一个字 很长的一个 批开头的一个英文字 我怎么问 我把我认得的印度人 都问了 台湾的大陆的 我甚至有一次 问到那个 他是巴基斯坦 他说我是巴基斯坦 我不是印度 差很多 差很多 I know 我的错误 然后就问他们 然后他们大家都不知道 那个字 因为印度本身就很复杂 那我就问这个 Push 这个都是好玩 写email去 他太忙了 他是现在是我们 全球的创意总监 完全没有理我 我书都快印了 简体版要印了 后来我们决定 就用一个其他方法 来讲这个字 后来要印刷的时候 他回我了 他说先人 那个字呢 就是印度的 那个Story Ball 就是他那个 那是一个艺术 那个艺术本身 都像Story Ball 这样的 后来我在繁体版 就来得及赶 简体版就来不及 那我想说 等到以后 再去把它修正 你刚刚讲了一点 就是大陆 大陆现在进展的很快 是是是 那当然他们也 也很有这种的 就是说呢 国际的元素 跟这种 就是说国际的人才 可是翻译这件事情 翻译这件事情 其实它不是硬桥硬码的 就像把这个Google Google直接翻过来 或者找一些 英文不错的人 就能够翻译的好 并不是 翻译这种东西 尤其这种专业的东西 它里面的软件的部分 如果你不是对于 这个圈子里面 有一定的理解的 你很难把书翻得好 是是是 所以你遇到这种 就是说好像 好像大陆找了 很棒的译者 英文很好的译者 翻出来之后 但是呢 但是觉得翻得一塌糊涂 那个不是他英文不好 是是是 那个其实专业不够 不过 不过 我这样爆料 反正大家都不知道 他是谁 他中间有一个 我后来为什么决定 说我来翻 就是他中间有一个叫 奥斯特利亚 在第一张吧 还是那 他翻成奥斯特利亚 OK 那个 台湾是澳大利亚 对不对 在大陆叫澳大利亚 台湾叫澳洲 奥地利跟澳大利亚 对 完全不一样 莫扎特的故乡 怎么是澳大利亚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他除了 就是英文的素养之外 可能在数位上面 他是OK 但是我觉得他在 尝试不丰富 尝试可能不够 太年轻 不过我这里要稍微 讲一下那个Google Google翻译 其实我觉得他有在进步 有啊有Google Google的Translate 我的经验 数位的翻译的很好 真的啊 但是一般的 就可以改进的空间很大 这还是属于软件的部分 是是是 但是他在Digital上面 可能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 Digital的Proform 所以他们在Digital的知识上面 我觉得是是好的 所以你你你那个 那个出来的东西 大概不会太离谱 除了文字上 所以我自己在翻译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在大陆翻译的 同伴们大概也 有时候也去会 因为太多新的东西 那我也不满说 不满不满您说 就是我也有参考那个 但是呢 大部分就是看一下 我还是要把它整个消化 对 不过我就称赞他 在数位上面 我觉得他们翻的不错的 但是在其他方面 还可以有更好的改进的空间 好 今天坐在我们录音事业现场的 坐在我旁边的庄淑芬 没有错 他就是这个澳美广告 那澳美大中华区的副董 兼台湾的WPP集团的董事长 庄淑芬 那这本书数位时代的奥格威谈广告 聚焦在消费洞察解密品牌洗礁 那原来的这个作者 就是刚刚壮祖芬提到的 算是他的前老板 那他几乎 全球的这个澳美广告的 这个板块里面 他几乎都有参与 那Miles Young 现在呢 刚才刚跟我讲的 现在在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 这厉害啊 你就算牛津大学 今天一个大学 像牛津大学 就算你很有经验 要聘你到那个地方 去担任一个行政 行政职务 或者是受课 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我觉得 对对对 他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责任 应该是募款吧 募学生 这个这我懂了 好对了 他们这些学校来讲 募款是非常重要的 好在我们现场的呢 庄淑芬 我刚先把这个书 以及庄淑芬的 在参与这本书的背景 让你知道这本书的重要性 以庄淑芬这样一个人 他都觉得这本书 需要他亲自操刀去翻译 所以如果你关心 关心不管是从广告的角度 或者是未来的 未来的数位的网路行销 因为网路行销跟传统 网路广告跟传统的 这个就是行销 其实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 而且现在只要是 你跟广告业有接触的 你有跟广告公司有互动的 你就知道在广告公司里面 如果把数位这个部门独立出来 他大概都是成长最快的部门 好这就是非常大的不同 好吧 但这本书待会儿 我请了这个议者 同时也是这方面 可能没有其他任何人 比庄淑芬更适合来导读这本书 数位时代奥格威谈广告 进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庄淑芬聊 飞链网飞铁早餐 我是谭生龙 好今天 那透过这本书 数位时代奥格威谈广告 具体叫消费洞察 解密的品牌行销 尤其在一个数位时代 前面的那个数位时代很重要 换句话 他跟传统的 非数位时代的 那个广告的 不管是思考 操作 其实都有很大的不同 好 甚至于你的 你的客群 那也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这本书呢 杨明浩 Miles Young的这个作品 然后天下杂志出版 那为他翻译这本书的 在我们现场 澳美大中华区的副董 兼台湾的WPP集团的 董事长 钟淑芬 好 我直接问了 在一个数位时代的广告 跟非数位时代的广告 有很大的不同吗 yes and no 就是说 其实在数位时代的广告 跟非数位时代的广告 很重要是品牌 所以你这个品牌的核心价值 还是蛮重要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不管你是不是数位不数位 其实都一样 其实我们现在都是digital 没有什么传统跟不传统 所以如果你这个品牌的 核心的那个价值 很清楚的话 因为数位时代 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大家都会讲 就是碎片化 因为他 大家的注意力都短 然后所以吸收的讯息都短 你的载体 台湾叫什么 在Vico 就是说这些载体这么多 你手机各方面 iPad 就是说你可以五一幕 所以这些讯息是 常常是一下子就不见了 所以你如果这个品牌的核心 站得稳的时候 你发出什么讯息 都不会跟这个品牌 差得太离谱 换句话说 你不会让这个品牌 有一个人格分裂的问题 因为你的讯息不同 所以我觉得在 我刚刚讲 yes 就是说品牌还是很重要 那no呢 就是说 很不一样 在数位时代 数据是很重要的 就有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讲 但是数据相对的也困难 就是说 比方说以在台湾来讲 我们就发现说 收集数据这件事情是 通常都在客户端 客户本身 客户本身也要 客户有概念 就是说 我需要去收集这些数据 通常我们碰到的问题 这里面有一篇在讲数据第九章 他就在讲说 因为我们的客户的组织 通常如果大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 他们会有很多部门 然后数据呢 都存在这些部门里面 没有整合 所以你当消费者 消费者去 就是说 一个消费者在你这个组织里面 他可能有不同的 不同的品牌 或不同的数据 所以有时候会接收到 企业的这个讯息的时候 是乱的 就是他没有整合 所以这里面 就讲到说 如果在数据时代 一个很重要 因为他叫 Hot Currency 所以数据 因为你没有数据 对 硬货币 这个数据呢 就是你一定要用 单一企业的观点去看 就换句话说 你要够高度 然后去把这个 跟这个顾客相关的讯息 相关的资料 甚至我们叫Persona 就是他这个脸谱 这个人到底什么样貌 你都应该有一个 一致的观点 而不是分散 因为客户 人是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 目前就说 可能是一个蛮关键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有数据的话 你在做一些绩效的评估 比方说你的媒体投放 现在就是两个P 一个就是你要非常的 precise 精准 所以你这个精准去 然后另外一个就预测 就是你数据出来之后 你可以预测消费者的行为 比方说这个人喜欢什么 predict 对predict 那这个东西在数位时代是很重要 就是一个prediction 一个是precision 精测 精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数据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在比方说我们在大陆的时候 不觉得说数据有那么大的困难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大陆的这些大平台 就是说阿里巴巴 百度 或者是微博 不管他现在又重新卷土重来 反正就是这些大平台的数据都很多 他们常常自己会出来 说来找 比方说来找澳门 像澳门这样的公司 就是我们有这些data 我们这些hard data 你看看这些data能够有什么样的insight 我们一起来合作 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数据开放 那在台湾好像就比较没有这种状况 为什么 我觉得 因为大陆我们总觉得他比较封闭比较保守 可是听你讲的他又 因为他数据多 大陆在 我应该这样讲 在数位 在商业 在科技上面是很开放的 你只要不去碰两个东西都好 一个是政治 一个是媒体 其他他其实都很开放的 那在数据上面 比方说我自己现在也在编澳门的观点 就是一个我们书面的 我故意我就不想用那个完全online 因为这个online的东西很容易就不见了 所以你还是印成文字的时候 大家写文章还是会比较小心一点 所以我里面那个观点就常常会就看大陆 请大陆的同事去写他们在数位上面的一些经历 或者他们的观察或洞察 你常常看他的文章你就觉得 哇他们在这一方面确实是比我们进步很多 然后他们也比较敢 因为规模大 然后现在也比较有钱 客户也敢去试 试了了不起 不好赶快换就是了 那我觉得台湾就是说 我们在数据上面的这个整合 我不知道是谁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这些平台 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比方说FB啊 或者是说这些那个e-commerce的这些平台 那我觉得大家通常把数据就是锁在 比较锁在自己 那在大陆他们就会 因为他数据太多 他不知道怎么用 他反而就会open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回来以后一直觉得这一点很苦恼的地方 就在数据到底台湾这个数据 怎么样能够不涉及隐私 我们隐私权也很在意的 就说但是能够好好去善用这些数据 真的对消费者对品牌是有帮助的 从广告公司的角度来讲 到了数位时代的时候 你们的客户的角色不太一样对不对 我们怎么说 就是以前以前可能会来找你的可能都是某一个生产某些产品的企业 但是现在可能是通路来找你 都有 其实比方说我们在全球 其实台湾也一样 在大陆也一样 就是我们B2B的客户跟B2C的客户都有 那我们一直觉得很幸运 就是因为我们有IBM 所以澳美在数位这件事情 至少跟数位这件事情不陌生 很早 因为IBM就在转型 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 就是说我们的客户蛮多元的 其实 当然现在有一种状况 过去的客户 就是我们叫retainer client 就是它是比较长期性的 现在客户可能都是比较project based 就是说一个案子他来找你 然后看看这个效果好不好 然后后面才要不要继续 那如果比方说我们做全联好了 做了十多年 那我觉得全联就是一个蛮稳定 它不一定是说发挥那么很庞大 但是它就是很稳定在守护它这个品牌 去壮大它这个品牌 它非常成功 是 所以它在数位或者说夸数位 或者做传统数位品牌这方面 我觉得它算是在慢慢在转型 当然我们很多东西 就是说所谓的数位转型 现在大家都在摸索 到底我们能够做的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个 只要你意识到说 你需要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在应该在那个路上 在过去我们都会用年龄 去作为这个 就是说数位跟非数位的分界点 觉得所谓在数位的领域里面 可能年龄层偏低 年长的人可能对于这块来讲 可能就是踏去不到的地方 在你们实际在做广告的时候 是这样吗 好 那太好了 我们在今年 我们做了一个现代女性的一个数位生活 台湾的现代女性 我们做了一个将近 一千 将近一千 一千六 六七百 两千吧 就是一个蛮simple size 比较大一点的 我们就去把 现代女性跟现代的男性 稍微 女性为主 男性为父 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 我不知道你的年纪 大概是怎么分的 是的现代女性是数位最厉害的 她们有很多的3C的东西 她们也很懂得用这些数位的devices 去协助她们的管理生活工作家庭 说三十到四十 三十五到四十四岁 三十五到四十四岁 中年 算中年 对不对 然后年纪大的人也是 就是说她们也愿意去尝试 至少女性 男性因为 男性可能要烦恼的事情比较多 所以 但是年轻人没错 就年轻人当然 比方说Z世代 这根本就他们的器官一样 就是数位 他就是真正的原住民 千禧世代 当然是adopted 就是说他们在数位上面 也是相当的活跃 那我觉得数位这个领域呢 就是说也让这些年轻人 有一些发生的地方 就他不像过去传统 他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平台 他其实常常在数位上面 他可以担任所谓的opin leader 或者我们现在看到很多YouTuber 都很年轻啊 对不对 很年轻 所以我觉得这个 因为他们对于网路上面 那种的表现啊 语言啊 对对对 语言元素 他确实比不同的年龄层的那个熟悉度 跟渗透力是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我每次 有时候需要演讲 或者甚至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我也会去请教这些年轻人 就说那你们通常这句话怎么讲 对就是把把你要讲的东西 请让翻译一遍 他需要翻译机啊 然后比方说G世代好了 他们就跟我讲说 你知道什么叫ASMR吗 你听过吗 ASMR什么意思 好 叫做自动感官高潮的一个device 一个技术 这个是有个专门名词 就是说G世代呢 他们有时候要解压 所以他喜欢看一些 比方说 磨什么东西啊 就那些让你很舒压的声音 所以都是感官的 或者是视觉 所以他们有些广告 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所以我刚好要准备一个演讲 所以我每次在演讲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在求知 尤其在讲这些年轻的世代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哇天哪 这些是他们是怎么活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 就是说每天都在学新东西 对不对 虽然我们已经是一个比较X世代 这个算是什么世代的人 可是呢 你就觉得哇天哪 好辛苦哦他们 对因为你讲的这件事情是 你刚才讲这段到 倒是我过去一直想要去解释 但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部分 就在网络的数位时代 数位时代其实 它最大的影响是你人格的切割 变得有无限的可能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不管是客户 或者说是一个广告人来讲 其实影响都蛮大的 那这个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 如果你说过去 过去在非网络的这种的 非数位时代来讲 它没有这个困扰 你在每个领域里面 你的identity是一致的 认识的庄主分是同一个 在教堂里面的 在办公室 在哪里都是一样 我们的身份都是 随着一个实体环境的转变 可是在数位时代就不同 你刚刚讲的这种的小杖子 就是要 当自己在网络上面 要做一些比较隐秘的 或者扮演一个黑粉的时候 它需要有一个 无法被人家辨识的 黑粉很重要 我也是最近在大陆上面 观察到 他们对黑粉的分析 就是有很多人 是一直来骂你的 来黑你的 酸鸣 我们叫酸鸣 他们不只酸 而且它那个黑 是很专业的黑 你会发现 它对你是做过研究的 它是 它比一般的粉更忠诚 你到哪里 它比一般的粉倒的更快 那种的黑粉 其实 它对你很可能 是有正面意义的 就是 它其实 真的是在跟你做一些 有挑战性的对话 虽然你会觉得很有压力 在我们现场的 庄淑芬 台湾在广告圈子里面来讲 提到庄淑芬的时候 大概 OK 每个人 每个人除了从崇拜以外 大概很难有其他的表达 他现在是澳美的 大中华区的副董 兼台湾的WPP的集团的董事长 好 那这本书 因为庄淑芬愿意波容 因为翻译很花时间 而且就像庄淑芬讲 只有 只有 只有零稿费而已 好 那数位时代的奥格会谈广告 聚焦消费洞察 解密的品牌 行销 我待会问一下 就是说 现在在 在广告这件事情 当在书里面也谈到了 所谓的三大战场 这三大战场 可能是你对于在广告的这件事情的诉求的基本认识了 而且 争辩很多 你的看法呢 进广告回头了 好 星期三的时间 今天呢 透过这本书 数位时代的奥格会谈广告 聚焦在消费洞察跟解密品牌行销 这本书呢 Miles Young的作品 天下杂志出版 现在我们现场为大家导读这本书 也是这本书翻译的 澳美大中华区的副董 兼台湾WPP集团的董事长 庄淑芬 我问个题外话 就是说 传统的广告人 碰到 面对到数位时代的浪潮的时候 会不会有适应不良的问题 我应该这样讲 我们大概 我自己觉得 我庆幸我在澳美 然后那段时间 刚好在中国大陆 在工作 我们大概在 因为我也提到了说 因为我们有IBM 我们有一些这些 比较科技的公司 所以在这一方面上面来讲 我们其实算是比较 Stay Ahead 就是比一般的这些 广告公司来的前面 那我记得我大概是 2008年是金融危机 都在大陆 后来2011年 我们在全球就开始 做Digital的训练 那这个想起来就七八年前 那当然对那种 所谓的Pure Play 就是所谓的清一色的 纯粹数位的代理商来讲 他们大概一开始 就是只会做Digital 像这里面介绍的几个巨人 他说他为什么会做Digital 因为他没有资源做传统 传统很贵 客户也小 所以反而是这样 让他们在Digital上面 就累积了很多经验 那澳美比较不一样 因为澳美 是从传统的agency来的 但是澳美的这个 这个结构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这个创办人 就是David Ogbevee本身 是一个比较visionary 所以他很早就有 Direct Marketing 当然现在听起来 就好像不厉害 可是就是所谓的 顾客关系管理CRM 在前身 所以我们在Direct Marketing上面 就已经开始有这一方面的 我们大概1990年 就有所谓的interactive互动部门 所以等于是澳美有这个heritage 那当然就说到了2011年 我印象很深 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完刀 所以回到大陆 到上海去参加training 他这个training就三天 就请了美国的 专门Digital的consultant 所有参加的都是资深人员 那我也在里面 所以他就是这三天 就是让你去做一个Digital training 后来我们就是把这些training 都cascade down 就是要到每一阶层 不管你几岁 都要接受这些训练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就是我们会聘 我们就聘请了Digital人才 就是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个Digital lab 就是一个数位实验中心 这种实验中心 都有点像R&D 他们不见得马上可以赚钱 可是你就是要投资 所以我们就会看看 哪一些科技是可以 我们现在比较清楚 叫做创意科技 就哪一些科技 可以用到Marketing上面 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一个Digital lab 所以开始就是有一些Digital人才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们IBM IBM就是consultant 所以就有很多data data你需要分析的人 所以我们在十多年前吧 就已经有专门所谓的data team 他专门去做数位分析 虽然是因为IBM的关系 可是我们后来也做Cisco 就做一些B2B的东西 客户 所以让我们在这一方面 好像人才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国还是有 就是说那在台湾也是 比方说我们现在我们在澳美在今年 去年年底开始讲所谓的one org b 就是一个澳美 因为我们过去澳美是有澳美广告 澳美公关 澳美互动 澳美那个直销行销什么 所以后来然后都各有各的pin error 所以在structure上面 其实是有点妨碍的 那现在呢就是说 当然也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这个组织的改变 到底能不能真正的整合 那这个我觉得很多东西 你不尝试不知道 改变总是好的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 比方我们就是有专门在做数据的 专门做所谓的engagement 专门做这些分析的人 那就有 本来就有 但是就让它更凸显 变成现在叫做 我们叫有一阵子叫domain 这个在科技公司常常很流行 我们后来不用domain 我们叫capability 就是你有这种技能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组织改变 就是为了这个 等于数位转型这件事情 再具体一点 当然这个全球性的一个 一个大的广告 广告事业体里面 可能感觉不一样 那我刚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 我会觉得广告 在一个数位时代的到来的时候 在许多的行业里面 它都同时开始出现 时代交替的情况 不管是企业 或者是从业人员 都有明显的时代交替 就是会有适应不良的情况 那在个企业的内部 或者说在这个 就是说这个领域里面的 不同事业领域里面领头养 或者企业品牌 都会开始跟着会有改变 澳美当然仍然是 最大的广告公司 但是我相信在网路上面 你们也开始面对到 全新的竞争的形态 过去从来没有听到过 遇到过的 这些广告的竞争者出来了 那就数位时代的语言元素思考操作的模式 跟客户都不一样 所以才要读这本书 真的真的 所以我才说这本书 这才是我真正觉得 特别在专业领域里面 或者你想要去熟悉一个新的广告的领域 比较完整一点 对 所以这本书的价值在这个地方 它跟一般的这种的广告业 广告客户 广告业的Bible非常的不同 因为它已经从这数位领域里面来讲 帮你做了全新的整理 好吧 这本书 那数位时代的奥格威谈广告 聚焦在消费的洞察 解密了品牌的行销 作者杨明浩 Miles Young 那台湾的天下杂志呢 这繁体中文版 书名 当然刚刚跟大家讲过 重点是呢 这本书竟然是装书分翻译的 我的荣幸 在已经到了这个level的时候呢 还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呢 去翻译这本书 好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 澳美大中华区的副总 跟台湾的WPP集团的董事长 庄祝芬 感谢 谢谢你 有空的时候 欢迎常常来飞点早餐 谢谢 跟你聊天是很愉快的 谢谢